哈喽 大家好 我是表弟 想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养锅 或者是如何开锅 什么铁锅也有干锅也好 如果你见过酸性的东西 它们放住的话 你没有骂干它 或者烧干它的话 或者涂成油的话 它就会变成有生锈的 好像这个锅 那天表扫没有的话 它放住的话 它一点点水分会有点生锈的样子 那生锈我们不用担心它的 这种铁钢铁锅的话 你就开火 开火 烧它 好像我们这个锅 酒有没有用啊 也是肮脏啊 底的 肮脏的肮脏啊 可能我们洗不清洁啊 你就开火 烧它 整个锅烧到它红红 松到红红 那么才得洗掉它 洗掉过后的时候再拿回来 再烧 让它涂一层油 那么基本上这个锅就好了 已经是繁衍 我要烧的话 我要整个烧 整个锅 当它比较白的时候 你就可以烧了 另外一个 你就拉下去 再烧了 再烧这一部分 那么把整个全部烧到白白的话 那么基本上整个锅就烧到很干净了 这个已经摆了 你看 菜有时候有抗物质吗 锅会变颜色的哦 几个例子 这个是 这个气压锅 你看 这个锅 它是白杠的 所以你看 白杠的它都会有 颜色变的 你会不 有变黄色吗 有气彩的颜色吗 这个没关系了 这个气彩颜色没关系了 那么如果你认为 这个气彩颜色不好看的话呢 那么你就用钢粉 什么是钢粉 洗钢的钢粉 去五斤店可以买到 那么去慢慢去查它 涂它 换给水去涂它 一下子它就脱落了 或者是你用一汤匙手搭粉 一汤匙柠檬汁 一汤匙肥皂粉 你用温水或者是热水 震了它 震了它 一个小时后它的颜色也是自动脱落 洗洗它就清洁了 那刚才这个比较黑了 开始它脱落了 这个没有烧过的 它就有这样了 烧过它就 它就清洁了 它就清洁了 你看它烧过它就清洁了 而且这种锅很厚 它1.8mm 它很厚 可以尽量烧 你看我这个 这个就耐烧 这个你就会看到 这里烧了也烧 这个没有烧了 就脏了 在这里 这烧了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拉过来这里 慢慢每一个步骤 慢慢烧 这个锅烧到差不多 所有的部分都烧了 都干净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去洗 别怕它的 因为它锅很厚 我们放冲冷水 用冲冷水 用冲冷水 不要担心的 冲冷水它 OK 全部烧了 你就用铁丝 好 你就放胡椒水 你去擦它 它这个 它这个黑 淡铁来的嘛 所以你去擦它 把它的 把它的那些 我们古菜的矿物汁啊 残渣 那些酸性的东西 给它擦 洗出来 给它洗 好 这个后面呢 如果你要清洁了后面呢 你也是要给后面给它洗清洁 洗多几片 清洁了 肥皂粉没饿了 这个锅就洗 洗了 清洁了 我们烧它 我们才重新烧热它 这样锅一洗了 你看 这个锅我用了一个多月啊 你看 洗了 整个锅就还原了 对 锅烧到没有水分的时候 我们就拿一点油 我们搬点油 涂上去 我们就涂一点油 涂一层薄的油 可以了 这样的锅就还原了 美吗 没 刚才就好 那个肮脏 肮脏就没有 就洗掉清洁了 对 冷却了两个小时后过来用 两个小时后你要用的时候你要洗掉它 如果你锅比较肮脏 像这个锅它生锈比较多的话呢 我们等下洗了它的时候 再来烧一次 再洗过一次 做两次 做两次了 有时你要做两次了 OK 我们几乎上次基本上还是可以 因为我们要洗两轮 所以因为这个比较肮脏 我们洗两轮 我们现在再冲水 可以 OK 这样好了 我们要就可以放点肥皂粉去洗也可以 如果要放一点肥皂粉 洗一份也可以 这个比较强硬的肥皂粉 好 专门在洗碗的啦 洗碗的肥皂粉 洗碗的肥皂粉 或者用那个 j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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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洗都可以 OK 我们现在锅没有热 我们就这样擦擦 因为它比较生锈嘛 所以我们用个肥皂粉 所以这个锅每一次你们煮完的时候 你一定要 给它干生 就是如果可以干生的话 插一层薄薄的油上去 它就要养锅 以后你的锅就 你的锅越用越好用 如果我们的锅比较肮脏呢 我们烧两轮 基本上就是在这里 这里啊 我们就是烧在这里咯 你看 刚才生锈的 开始脱掉咯 对不对 这个锅是比较肮脏 我们就烧两轮 好了 有没有看到我们再度的烧 这个锅就很美了 很美了对不对 它这里光一点 这里啊 哇 水分 锁头的水分 这个火还不够 那种 餐厅的火 它就很容易烧 所以不用怕了 这种钢铁锅 而且它这么厚 它厚度这么厚 很耐烧的 基本上都ok了 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 有时间我再烧久一点 好 当然我们就在这里 来 我们再放水 放你 哦哇 好 现在真的跟刚才的比较 现在真的跟刚才的比较 咸铁锅 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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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锅 洗了 你看 生锈 这是铁锅来的 这是黑钢铁锅 这是铁锅 这是铁锅 这个是 外面大草用的锅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录到这里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 你有了这个钢铁锅的话 你要怎样去保养 怎样去应用 如果遇到生锈的时候 要怎样处理 希望大家这些知识 可以应用到在你们的身上 谢谢大家